某些聽眾,起碼我自己是 一向都覺得鬼王是未見過鬼,未見過鬼 但鬼王剛才說,原來不是 都試過一下 原來他未做鬼節目之前 竟然親身經歷見過鬼 見過,見過 未做的時候 當時還做早上節目 我是回06 因為要回06,回到電台 05那些要起床 天都未亮 那時候就住在西貢 這個地方叫萬公屋 那些村屋 冷靜 三、兩年天台 搬到西貢住 沒多久之後 其實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因為當時我自己住 第一次 睡著的時候 差不多到早上 我面向牆睡 突然轉身 就看回房門的時候 我就看到 現在想推進來 但是我轉身的時候 他就關上了 的一個動作 因為我的門是沒有鎖實的 就是一開一關的動作 就出現了 但是沒有風 沒有的 因為那個廳是落地玻璃的 都是關掉的 那個動作 不是風 很明顯是推進來 關回頭 就是他見到我 另轉身的時候 他關回頭 我下意識 因為我當時還有戴眼鏡 我蒙蒙的 但是下意識 就說 難道我家人進來 因為他有我鎖匙 可能會幫我弄一下 收拾一下 但我等了一會 就發現 外面沒有聲音的 那間屋 結果我真的出去看看 沒有人的 這件事是第一件事 開始覺得有點驚訝 現在是這樣的 我看得很清楚 那沒多久之後 又回到早上 06的時候 連續幾天 我住三樓連天台 那他的設計 就是你落到下面的時候 那他那個拖門那塊 那個閘 上半部分 就看了外面 下半部分 就是藏藝蜂蜜的 那我走下去 差不多要去到開門的時候 我就連續 連續三天 都見到一個很快的黑影 在我左邊 放了一聲 就走到右邊 連續三天的 是 三天都見到黑影 是呀 是否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因為都是我上班的時間 連續 那我問 為何會 那麼快 那個人 那我走出去 就沒有人的 當然是 以他的速度沒有 聽不到聲音 那我已經知道是糟糕了 所以 我已經不夠膽回去 那晚已經 那時候 我認識一個同事 他認識一個師傅 那個師傅 在圈中是很厲害的 很多名 沒有想過你的節目的 沒有 那個師傅 那個年代 我還沒有做這些節目的 但是他已經很出名的 在余樂圈有很多人找他的 就是 Evn是 那後面有三個 是不是那些風水上學師傅那些 最近數有三個 有兩個 不是 不是 那他是很少上電視的 他是不上電視的 但是 所有圈中人 差不多 譬如說 我後來認知 關保衛 Nel Nel 張學潤 袁詠儀 那些 那些 當年 都是拜他為師的 那 這個師傅 其實已經是 兩年前走了 已經是 那他就很厲害的 捉鬼 那些 那個同事 帶了我上去見這個師傅 那這個師傅 第一次見的師傅 但是他就很有殺氣的 很厲害的 所有的東西 是很害怕的 令到我 因為他的壇都 即是你都害怕 人都害怕 是呀 人都害怕 我當時不懂這些 第一次見那個師傅 他跟我說 他說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萬公屋 就大興土木 很多舊的東西 就要 要移動 要建 那條村 其實有很多祖先 那原來 就移動到祖先 因為那些村 那些祖先 是不太喜歡外來人 就進去他們的村 對 又或者他好奇 這是甚麼人來的 為甚麼搬進來 我們這條村的呢 所以呢 原來他來八卦 看看我的 就check了 這樣 那他其實說 可以了 你連一條符在家裡 但我當時 我是不懂這些東西 甚至我見到一條符 我都害怕的 所以呢 結果我不住了 那這樣跟著做 沒有 有沒有跟著做 沒有沒有 我連一條符 我都害怕的 就是這樣 以前是 所以我當晚 就已經沒有回去住 完全不像是Edmond 完全是 第二天 叫我朋友幫我回去搬東西 搬回家住 即是真的搬走了 搬走了 搬走了 不敢住 那你那時候 可不可以又這樣說 會不會是時運低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 還是沒有關係 那時候都會 那時候不知甚麼時運低 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理解過 那時候的運氣 會不會差一點呢 真的 不知不知人是夾起的地方 我住西貢不是那麼好 還有那個 萬公公的地方 是窩了下去的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風水 還是甚麼 結果我都 以後不敢住西貢 那我想問你 那時候住了多久 才發生這件事 其實不是很久 我想 我想租約都未滿 我想可能一年內 或者一年生 一年死 都未滿兩年 或者是這樣 即是好像師傅所說 即是不歡迎外來人去住 對 你拍一下 但是真的想不到 原來鬼王都會撞鬼